來關心的就是日本館公的相關的消息 過去一個月來 因為日本的大地黨在日本的東北 南東跟北海道這些所在 我們的流油驚喜頂都是紅色的 就是說不可以去 不過現在這個地方要來改變 外交部今天宣佈說日本大地黨以來 因為現在這個學者檢查都在政上在裡面 所以包括到南北海道的東北跟南北 沿海地区的流油驚喜頂 要對紅色的變成膚色的 就是說日本流油其實只能存在東北海道的財庫 要維持到這個紅色的變成膚 我們看到這個月交部來解讀 日本東京路油的紅色的驚喜頂了 有業者就須來撒出這個燭銷的燭銷團 不過這團說這個燒了很快 等一段時間就整團都不滿了 另外還有很多航空公司 有現在對日本管制的所在有燭銷 所以業者認為說 可能到6月日本的觀光應該就能夠起來了 望路頂端 報名電位 作為一次陸信社推出的出銷 要求求求求求東京團 含有年團 再去八點開空 九點就八萬一團 業者說雖然東京沒有一個股票的出銷 無論理會也都提供給日本個人使用 但是預期給蛇動都 forestor 還沒所謂以去年 發呈印圖 201900元 然後現在是九成90 那收的東西完全不變 那週書 等期不變 然後餐食也不變 卻沒簡單 等到國家的話出銷 上端客 horse可以網絡 台北新聞界出銷 還要把市場買去找回來 航空公司夜間對完全無知 海關西地區推出郵輝 不會大半的團票 做一櫃上兩千塊 不過郵輝只有五月底 郵輯以後 應該在等回溫 日本市場就能回合原本的追蹤 甚至比今年更加郵輯更好 目前回溫的速度都還蠻快的 因為上一禮拜整個發出去之後 它 民估的地方是整個全滿 如行公會表示 但是日本路由市場已經漸漸回升 它跟六月分開始會回來到正常的介紹 民眾如果想要用郵輝介紹去日本企圖 五月底進展 也是好機會 不過要特別注意 小小團是不是有另外主要的興奮 這就是跟飯店條港頂級 看不見路由的品質 既吃總共當